政經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還有論文門開箱的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揭露蔡同學的另外一個 在英國倫敦大學被 Watchdog 跟 Michael Richardson 聯手破獲的一個醜陋的事蹟 而這個事蹟再一次強化了蔡同學就是一個學術詐騙的大騙子 一個跨國詐騙的大騙子 而這個大騙子的共犯集團當然包括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倫敦大學還有大英圖書館 以及英國的資訊特輸官辦公室 現在這一干人犯全部送到了英國的行政法院 有的在行政法院 有的在高等行政法院 那可不可以同學們會問我說為什麼不告訴他 到英國刑事把他抓起來 民事把他抓起來 當然 民事判決是一定會做的 刑事判決也一定也會做 只是我們用從比較簡單的開始做起 比較不浪費資源的方法做起 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520下台之後他就一定要去關 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一定是做最好的準備 但是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呢 我是希望今年年底之前 也就是總統大選之前 大家盡力把民進黨這個醜陋的學術詐騙 因為這個學術詐騙不是只有蔡英文 包括蔡英文後來支持他的整個黨國機器 不就是民進黨控制的嗎 所以真正的詐騙集團是民進黨的詐騙集團 所以8月27號的這一個下架民進黨的反綠聯盟的行動 希望大家能夠站出來 大家要給這個社會大眾看到 台灣有將近六成以上的民意 是反對民進黨繼續執政 其實我無意在各政黨之間去做比較 因為我以前是高喊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現在我一樣高喊民進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甚至我高喊新潮流不倒 民進黨不會好 可是不幸的是 現在民進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既是民進黨的黨員 又曾經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現在也還是 而且是現任的副總統 另外他仍然是新潮流南流中的 泰斗地位的 所以我們必須說賴清德必須要讓他下架 因為政黨輪替才能夠讓台灣脆弱的政黨 政治有一個翻土的休息的互相監督的機會 我並無意說民眾黨或者是國民黨就一定比民進黨好 但是我看了這8年 是我從大學時候開始關心政治到現在的30多年當中 台灣最黑暗的日子 你可能會說彭P你在台市當記者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很慘嗎 什麼只能照反對黨的左臉反對黨的右臉 對你講的完全正確 就是那個時候是台灣解嚴的這個前解嚴或者是後戒嚴時期 台灣確實不民主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的不民主呢 還有一點點的脈絡可循 而且重點在於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力量是很龐大的 所以那個不民主的現象是被制衡的是被監督的 是被那些民進黨的這個民主的前輩們 當然包括很多是民進黨員 還有很多是建國黨的台聯的或者是其他人 是被這些人用生命幾乎是拋頭顱灑熱血拋棄棄子 犧牲自己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安全 犧牲自己的學業去制衡當時的國民黨 可是30多年來一轉眼看看現在 所有的反對人士幾乎99.99%都被收編了 那年輕的這一代什麼時代力量什麼這些激進 全部都成為了民進黨的側翼 護航不遺餘力 只是偶爾被民意催促的時候出來找幾個案子 出來計計其 哇啦哇啦叫一叫 整體仍然是順著民進黨為非作歹的脈絡 所以今年很重要的是要下架綠色聯盟 這件事非常重要 那也許很多人當年跟我一樣是支持民進黨 會支持綠營的 會覺得有點不知今夕是何夕 可是我說 如果我們把這整個對政黨對於這個 或者是對於什麼民主的這些記憶先放到一邊 我們要看的是台灣的整個格局 從一個高度來看台灣社會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政治 才能夠讓台灣的民主政治能夠繼續往前走 我個人認為 我對哪一個黨執政是一點把握一點信心都沒有 但是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要做到政黨輪替 因為政黨輪替可以互相制衡 在兩害相權當中可以取其輕 而且能夠互相的彼此監督彼此前置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說每一個政黨上台的時候都想要擴張自己的權力 擴張自己的權力穩固之後 就要來想說怎麼樣撈點肥水 在撈油水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開始做盡為非作歹的事 但是這個布局需要一點時間 短則一兩年長則三四年 等到他撈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要想盡辦法 要各種各樣惡劣的手段 包括司法的包括經濟的 包括國際的一些手段 讓他的政權能夠千年不敗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的心態 所以我們讓一個政黨做四年 我覺得很多了 四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四年有1460天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一個願意做事的政府 四年夠了 所以我認為四年 如果他們真的是要為非作歹 第一第二年先把狀況搞清楚 第三第四年正要為非作歹的時候 就要面臨他的連任的選舉 所以只有這個辦法 用換的方式 讓政黨輪替的方式 才能夠讓台灣脆弱不堪 而且人性邪惡的社會 能夠一個有比較好的觀針 你去看民進黨這七年 簡直是荒腔走板 我作為一個長期支持台灣的反對運動到今天 那個真的是非常的沉痛 我跟很多在海外的一些 長期支持民進黨的朋友們了解 他們也是真正是感同身受 覺得非常痛心 但總是還有一些石骨不化的人覺得 哎呀就是要支持綠營 為什麼就是要支持綠營 各位不要忘記 你們支持的那個所謂的綠營 叫做the good old days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 這是保羅說的 那這個仗什麼時候打的呢 是在那個時候解除戒嚴的時候 立委全面改選的時候 黑名單的時候 而這些人呢老陳凋謝 剩下的全部吃的肥肥 滿嘴的油像陳菊這樣子 你覺得這是你們當時所支持的綠營嗎 接下來 民進黨執政之後 把當時稍微有理想一點點的憤青 全部收編 我是那個他們不願意收編的 他們無法收編的憤青 那到現在變成憤老 所以我繼續來監督民進黨 但是因為我對於民主政治有一定的期待 我對台灣這個社會有一個比較高的標準 不然大家吃飽喝足了就好 我被收買就好 我繼續在民視 這個一年賺個幾千萬 還不止呢 我如果真的要賺真的不止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繼續混 另外 海外的台派有一個說法是說 要支持台灣人 我請問你什麼是台灣人 我客家人就不是台灣人嗎 1949年來到台灣落地 生根人就不是台灣人嗎 在退萬不言 難道柯文哲是外星人嗎 難道侯友宜是外星人嗎 難道郭台銘是外星人嗎 人家只不過是比你來台灣的祖先晚了一點而已 你憑什麼說人家不是台灣人 所以說一款什麼不是台灣人這種話 別再說了 我聽到台灣人這三個字 以前我覺得很驕傲 我現在聽了想吐 因為被你們這些人給玩爛了 我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在這個選舉的關卡 大家要做的事情是 讓政黨輪替 讓民進黨 民眾黨跟國民黨在立法院都不能單獨過半 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讓彼此制衡 可以在政黨協商當中真正達到協商的目的 我覺得這是台灣面臨道德淪喪 面臨價值崩壞 尚早在那邊如果不願意 你很久以後 我表示能理解 就是描述 你們這一天 你那個人 就有時候 成为民意的依规很简单 做一个公平公正的民调 技术上非常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我再讲一遍非常容易 真的是风俗善良与否 民意调查的准确与否 细乎人心之厚薄 其实只细乎一二人之人心 如果今天主旗逝者 这三个党派出来的人 或三个党的代表人 都愿意 遵从科学的民调 科学的民调是可以解决 是可以反映出真正的民意的 只是他们不愿意做 每个人都各怀鬼胎 这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 好 这段广告之后 我们要来爆料 爆什么 爆Michael Richardson 在英国端又有非常重大的发现 他找了一个跟蔡同学 同一个时间进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而且我先保密 他跟蔡同学的关系 这些整个他的学生记录表被我们拿到了 蔡同学的学生记录表 大家都还记得吗 对不对 在总统府的记者会当中 把他揭露了2019年的9月份的记者会 他的学生记录表一揭露之后 大家觉得这天哪 这是什么东西 而你知道他怎么拿到学生记录表 因为总统府曾经发一封信 给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而且所有的信的内容都被Michael Richardson透过法院的方式公开了 这封信 他提到说 我需要学校提供给我当年的以下的12345 包括学生记录表 当时所有有关蔡英文的相关的记录 请你提示给我们 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当时的规定是什么 我请问一个当年念过博士的人 还要去问学校说学校的规定是什么 你今天问我当年Wisconsin的规定是什么 我现在可以如暑假真的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紧张到做梦 做梦都在被学校的规定 什么时候要交 什么时候要 用什么方式要交 而且我们的论文上下各要1.5个inch 的空间 然后要怎么样去量怎么样去对 每天都在反复想这个问题 所以蔡同学竟然连 他什么时候应该缴交几本论文 到学校整个过程 然后口试完了以后需要获得外部委员 还有指导教授 个人的认可 还有他们的信 他们的推荐 这些细节 不管是方向或者细节 他一概不知 他还去问伦敦政经学院说 请你给我当年的休业规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要开始串供 因为他开始知道说 他说的谎有哪里不对 他要开始来修正 对不对 所以后来才会变成什么 两个指导教授变三个 荒腔走板的事情 就不断的出现 好 这段广告之后 我们要来揭露的是Michael Richardson 他取得了一个跟蔡同学 同时进入伦敦政经学院 同时毕业的 一位我们姑且给他代号 叫做Vivi的小姐先生 我连性别都不想去打听了 反正这个不重要 他的当时的学生记录表 跟蔡同学 我们来超级比一比 你就知道 这个案子呢 早就已经破了 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全民站出来 合作下架 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这是一个转机的时刻到来了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说要反民主独裁 但是上台以后 比谁都民主独裁 民进党说是爱台湾 却把我们青年要送上战场 要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我们忍受八年了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次机会 一起下架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贪腐 弊案不断 超过六成的民众 希望政党不替 台湾不但成为诈骗集团的天堂 政府更不断地以话术欺骗人民 国内毒品巨增 校园毒品泛滥 居然还要帮独办减刑 民进党执政 把台湾的安居乐业 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让人民安全也安心 民进党政府完全做不到 全民站出来下架民进党 我们从来没有过 大家好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我是彭文正 这七年来 是谁沦丧了道德 是谁诈骗了学术 是谁操控了司法 是谁践踏了人权 是谁A走了国库 在这边 我很沉痛地呼吁大家 团结一致 下架民进党 太阳 我团结 我们民进党 忘了一次 大家做个打扁 还给台湾一个公正公平干净的社会 下架民进党 加油 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拿到了 好 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比较Vivi 好 那么 Vivi 她是在1983年10月获得的博士学位 所以跟蔡同学在校园里面是 按照蔡同学的说法了 那几乎是完全的重合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蔡同学的学生记表 跟人家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问顾知心 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人从MPhil进到PhD的过程 就是从硕士进到博士的过程 在伦敦政经学院会发生哪些事情 而且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科系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播这一段 这一段是我们曾经在政经关不了里面播的 就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有一个讲师 他在他的视频上面 说明了要怎么样从MPhil进到博士 然后这整个过程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而且同时我们也去广为探寻说 到底蔡同学说她是WD 蔡同学可能把WD想在WC 她说WD是退一堂课 这些谎言都被我们一一一的揭穿 为什么连这种小小的事情都要说谎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她根本就是没吃过猪肉 没看过猪走路 连西游记都没有听说过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呢 英国伦敦大学的讲师 她是怎么说到英国的学制 要怎么样从MPhil 就是Master of Philosophy 进到博士班的整个过程 我的名字是Katy Steele 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学一程的员 分别的说话 在其他科学中的学生 如果其他科学中观察 我们要学习学生 他们要求四个季 我们应该解释助 第一个小小小的学生 能为适量成功能 这首有一至两个月 planning courses that they haven't already completed or special PHD research seminars this was important because we feel that students should come out of their PHD with a broad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also the capacity to teach in a wide variety of areas in philosophy it's not sufficient for for students to just focus on a single narrow thesis topic for the entirety of their four years. But nonetheless the thesis is important, of course, and students get a lot of support in this regard. Typically in their first year they'll have a single supervisor in the department and then when they've graduated to sort of full-fledged PhD candidacy level Then they'll have two supervisors And both of these people will be there To meet with the student on a regular basis To discuss ideas, content of the thesis And also plan for important mileston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k gets done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 蔡同学的这一个学生记录 跟这位Vivi有什么不一样 Michael Richardson在这个文章当中 他提了很多的证据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他说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因为蔡英文毕业的时候 虽然是伦敦政经学院 可是那种伦敦政经学院 是属于伦敦大学的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开宗明义 就是说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必须在伦敦政经学院 完成两年的full time 就是全叫做什么 full time叫全日制的学习 就说你不能是在外面工作 和人跑到美国或跑到哪里去 我们手边有非常清楚的人证 证明蔡同学在1983年 1982年这两年人在美国 而且她是在康乃尔 所以为什么蔡英文的入出镜记录 死都不可以给我们看 她的护照拿到法庭上 在张永会法官的面前 张静说我看一下护照 她怎么样都不可以看 因为上面的戳印完全泄露了秘密 所以将来蔡同学跟她的委任律师 连元龙这两个人我想特别是连元龙 她就是明明的违反律师规范 所以将来我相信她除了有刑责之外 她的律师当然我想她是干不成 因为她明明知道她手上拿的证据 她一定都看过 更何况蔡英文从海外没有拿到学位回来以后 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就是在连元龙的律师事务所 所以她现在要投桃报李 所以才会把这些案子 而且她也没有办法信任别人 所以继续的编下去 所以连元龙是蔡英文的共犯 而且这个共犯是从1980年代开始 这40年毫无疑问 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必须在伦敦政经学院 有两年的full time study 那要根据导师的推荐从硕士课程进入博士的规定 就是从master philosophy and field进到phd 伦敦政经学院的他的所谓的advisor 我们就把他叫做导师 因为在硕士的时候蔡英文没有写论文 所以他的advisor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 比较像是一个在指导他们课业 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个导师 这就是为什么Michael Elliott只有硕士学位 而且是没有论文的硕士学位的硕士生 可以去指导一个蔡英文认为他是博士生 可是Michael Elliott指导他的时候 他是个硕士生 而且Michael Elliott 其实从1983年就已经不在 他完全不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蔡英文的advisor 我们再往下看 有一个规定就是从硕士要怎么转入博士 因为我们去跟伦敦政经学院要这个修业规定 也跟伦敦大学要 Michael Richardson 也要了 徐永泰博士也要了 林宽昌教授也要了 我还派学生去 去了还不止一次 用电话要用亲自本人到 我还找了不同的学生去要 通通要不到 有这么难吗 一个硕士进入博士的整个博士课程的修业规定 难道是机密吗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打到伦敦的高等行政法院 会进入解密的阶段 而且会开公听会 我们接下来看看伦敦政经学院的 他的所谓的advisor 或者我们在美国叫supervisor 就是他的导师 必须负责论文题目的何可与否 但是这个advisor 就指导一个博士生的角度来看 他99.9%必须是一个博士生 因为在那个时候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并不缺博士的教授 尤其是蔡英文的这个领域 他的指导教授 无论如何都应该是Brian Hindley 可是Brian Hindley 亲口在一个大教室 The Old Theatre 告诉他修课的人说 有一个台湾来的博士生 连他自己所修的课程的 他的博士论文当中 提到有关关税的定义他搞错了 所以他被他当了 所以当时讲了这句话 听众给我们写了信 而且这个听众是在 在东南亚的国立大学教书 他对这个过程是指正利利 好我们接下来讲 这个博士生 他要先把他的博士论文 交给他的advisor去批准 在如果蔡英文获准进入了伦敦大学呢 在考试之前 这一些相关的规定都必须被满足 为什么 因为跟他同一个时间 在英国伦敦政医学院念书的这位Vivi 他走过了所有的过程 而且他愿意提供给Michael Richardson 所以我们得以一窥学生记录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接下来 这个President Tsai就是蔡英文 他的学生记录表 跟同个时间在伦敦政经学院的Vivi的学生记录表 我们来做一个超级比一比 两个人都是在1980年10月份进入伦敦政经学院 所以这个Vivi将来说明还可以当人证 因为他应该知道蔡英文的一些秘密 君自故乡来 因之故乡是 来日其窗前 寒美着花味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博士论文在哪里 好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 蔡同学跟Vivi同时经过了21个月的学习 就是一年9个月的学习 一年9个月的学习 事实上是M.Phil 就是Master of Philosophy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 或者质疑蔡英文曾经在伦敦政经学院的Master of Philosophy 就是硕士课程呆过 这个硕士课程一呆呆了一年9个月 结果Vivi进入了博士班 写完论文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她在1983年的10月拿到了博士学位 所以Vivi整整念了三年一天都不少 这个是合理的 而蔡同学 蔡同学是她自己说她1984年的2月拿到博士学位 Vivi的博士论文题目 大家注意 是1982年的12月14号批准的 1982年的12月14号 就是Vivi进入了Master of Philosophy的两年又两个月后 也就是说她完成了19个月 21个月 一年9个月的学习之后 再经过5个月之后 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才被批准 所以Vivi是在她进入伦敦政经学院的Master of Philosophy 经过19个月的硕士课程之后 又加了5个月的时间 换句话说 她是在26个月的时间 两年出头的时间 她的题目被批准 而蔡同学吹牛说 她的博士论文是在1983年的1月19号批准 我们就这样算一算 Vivi如果是1982年12月14号批准了她的论文题目 那么Vivi写她的博士论文是整整10个月的时间 她在1983年的10月拿到博士学位 这有没有可能 这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在念Master of Philosophy的时候 她可能就已经在做一些相关的准备了 所以她的论文10个月 题目批准以后10个月 可是蔡同学这个牛也吹得太大了 蔡同学说她的论文题目是在1983年的1月19号批准的 所以蔡同学真的是太厉害了 她的论文缴交的时间是1983年的6月 可见她的论文题目批准之后 她只花了4个月多 可能少则4个月12天 多则将近5个月的时间 因为她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哪一天被批准的 我们只知道她是1983年的6月 所以照这样讲 蔡同学的论文是5个月写完的 有没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 全民站出来 合作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这是一个转机的时刻到来了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说要反民主独裁 但是上台以后比谁都民主独裁 民进党说是爱台湾 却把我们青年要送上战场 要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我们忍受8年的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次机会 一起下架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贪腐 避案不断 超过六成的民众希望政党平抵 台湾不但成为诈骗集团的天堂 政府更不断地以话术欺骗人民 国内毒品巨增 校园毒品泛滥 却但还要帮独办减息 民进党执政 把台湾的安居乐业 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让人民安全与安心 民进党政府完全做不到 全民站出来下架民进党 我们从来没有过 这样一个贪腐 专制霸道的执政党 我们也从来没有过 一个这样不顾人民死活 要把人民推向战场的政府 所以在野的人民应该要团结起来 不可以有一党之私 也不可以有一己之私 让我们团结合作 明年一月合作下架民进党 大家好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我是彭文正 这七年来 是谁沦丧了道德 是谁诈骗了学术 是谁操控了司法 是谁践踏了人权 是谁A走了国库 在这边 我很沉痛地呼吁大家 团结一致 下架民进党 开架 我们团结 我们民进党 旺一次 大家做个打扁 还给台湾一个公正公平干净的社会 下架民进党 加油 字幕支援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I've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I've ha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 think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m a bad rock but a race d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Go down the river I jump I think so I think so You know what I'm not going to miss this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第一 在要进入考试的阶段 一个博士生必须向伦敦大学注册 要提交他的registration form 我们一直在问蔡同学 你进入博士班要考试的时候 你的口试的registration form在哪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显然 他们当然知道蔡英文没有学位 因为这些东西找不到 难道你的论文不见了 三个图书馆都不见了 你偏偏关键的一些重要的证据签名 统统不见了 留下了全部都是台湾的总统府 透过调查局的恶观陈诗婷 偷渡进去的内容 这些人将来民行事速追 包括英国的部分会缠着你一辈子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些人最好在地球上消失 不然的话 你们接下来会面对台湾 英国 美国 所有可能或者是 适格不是格 我们都会告你 因为我们会把这件事情 摊在全世界的阳光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蔡同学当时 她缴交论文博士的题目的时候 她被审查是在1983年的6月通过的 1983年6月通过的 那么1983年6月通过她的博士题目 她的论文考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她的博士论文的提交是1983年6月 那1983年6月提交 那接下来4个月后 1983年的10月16号进行口试 是一个beautiful sunday 换句话说 蔡同学是1983年1月19号 批准了她的博士题目 大家听好这时间有点混乱 1983年1月19号 批准了她的论文题目 她竟然可以在1983年的6月份 写完她的400多页的论文 这会很可笑 你看看400多页的论文 是在多少时间写的 4个多月 曼泽5个月之内写完的 好她写完的时间 提交的时间 是据她讲的是1983年的6月 那当时的这个Vivi 她是1983年的3月 但是Vivi的论文是很早就审查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Vivi的submission 我们看看她的全文 她说 to advance the examination phase The PhD candidate must submit an entry form 我就一直在讲你的entry form在哪里 from the entry form to the academic regis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Vivi's date of entry of examination was March of 1983 Chai's date of entry for examination was June 1983 好所以你在这个进入考试的阶段 你要提交你的entry form 好那Vivi的entry form是1983年的6月 蔡英文的这个Entry form 她说是1983年 Vivi是1983年的3月 蔡英文说她是1983年的6月 那差别在哪里 我们再往下看 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她必须提交三份装订的论文副本 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规定 蔡英文必须提交到口试的现场 除此之外 伦敦政经学院的法规 要求博士生要授权 把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的图书馆 就是所谓的Senate House Library 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 并且可供公众参考 以及管机间互相流传复印 这个是白纸黑字的相关规定 我把英文念了一遍 免得我们超译 President Tsai was required by University of London regulations to submit three bound copies of the thesis 三份装订好的论文 and under LSE regulations to submit to oral examination 以及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规定 到考试的现场要绞交出去 为了考试的规定 所以各位想一想看 他至少印了四份 自己手上还有一份 班底怎么考试 所以他至少有五份在地球上 不是这样吗 三份给学校 一份给口试 一份自己口试用 再来 Further University of London regulations require the PhD candidate to authorize the submission of the thesis to build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library Sandyhouse library and the LSE library and be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reference inter library long and copying 讲得很清楚了 他要有三份的论文 到哪里呢 到伦敦政经学院 而且的candidate 要authorize the submission 这个thesis到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 而且 还要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reference 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公共领域当面 而且要让图书馆之间 要互相能够借阅跟copying 就是要互相能够制作副本 或者复印 好 接下来 事情是越来越荒唐 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 他这三份论文 要在管计间流通 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再烂的论文 再烂再烂再烂的论文 不管是什么 诚实份的啦 或者是谁的 不管怎么样烂的论文 绝不可能 没有人引用 所以蔡同学的论文 从来没有出现在public domain 他从来没有出现在public 所以才会连他自己都没有引用过 一个论文是zero citation 这个绝对是 这绝对是这个世界奇文啦 应该可以进入金氏记录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这段说 这个Vivi的学生档案 他有一份呢 是写给伦敦政经学院主管 的信件的副本 要求这个examiner 特别是external examiner 就是外部的口试委员 要提供建议 还有一些正式的一些协议 就是说最后完了以后 这个口试委员要写一个正式的 比方说你哪里要改 哪里要做什么修正 然后哪里写得很好 要做一个这个这个 statement 我问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这个毕业的学生 他们跟我讲说 他记得他当时拿到这个statement厚厚一点 他吓了一跳 他说快要比他的论文还多 但是要看每一个外部指导教授的风格 但是起码写个实业了 对一个博士生那是一个基本的尊重 难不成蔡同学连这个指导教授口试完之后 写给他的这个所谓comments 建议他都搞丢了吗 难不成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也都搞丢了吗 那为什么VV有呢 好 这个VV的学生档案中有一份是写给伦敦政经学院主管的信函副本 要求审查的这个口试委员提供建议跟一些非正式的一些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而在蔡英文的这整个案件当中 这个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fice就是英国的资讯特论官办公室 在2021年的11月26号 他描述了伦敦政经学院他所说的一些考试规定却大有不同 他是说伦敦大学那个时候是负责监考所有的考试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原文 他说InVV's student file was a copy of letter to the LSE supervisor requesting recommendations and informal agreements for examiners However in蔡英文's case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On November 26th 2021 Outlined a somewhat different procedure as explained by the LS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as responsible for invigating any examination 这就奇怪了 同个时间毕业的有两套不同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要写进去问说你们的规定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走过嘛 这就是我说的嘛 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过猪走路 现在要一本西游记来看看猪长的什么样子 这就是蔡英文跟英国伦敦大学要修业规定的原因嘛 你自己念过博士学位你去问什么修业规定 你就把你的当时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就给大家看就好了 没有一个人会不保存他博士的经历 那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血汗的过程 我跟大家说过嘛 我的智商也没有很低嘛对不对 虽然比57嘛但是也是比克文哲少1而已嘛 他157嘛 没有很低 我们真的还蛮用功的啦 我坦白讲我这一生最用功 我这一生最用功最用功的时间就是博士的那三年半的时间 没有例外真的我其他时间我从小到大念书都是 就是可以就好了啦不要那么拼啦第一名喔 运气好给我当运气不好给别人当没有关系啦 那高中大学呢只要60分就好了 我常在开玩笑我说我小学的时候是考完考试的前一个星期 问说这次考试要考什么 到了初中的时候是考试前三天问同学说这次月考到底要考什么 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很疲了 考试前一天问同学说明天到底要考什么啦 到了大学是考完以后问同学说刚刚到底在考什么 真的我没有很夸张 真的英雄不怕出生地更何况我不是什么英雄我是个通气犯 反正我在小学到大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得过且过 我的斯大普通同学我的父亲同学我的台大同学都可以出来证明 全班如果找不到垫底的时候先看看彭文正是不是在垫底 因为我一直在搞社团玩有的没的 然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兴趣 每天都据怀疑性壮丝非遇上青天揽明月跟李白一样只是没有掉到水影 所以就走钢索嘛 那反正上帝特别眷顾虽然不念书 天天难过天天过 补考补考补考也会过 这样台湾大学也毕业了 毕了一业之后呢 我那个大学成绩真的不能看 就我一看上帝多么眷顾 申请到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这是我所有申请的学校中最好的一个 其他几乎都拒绝我 还有最后最烂的一个叫Eastern Michigan 就这两个学校搜我 这中间的那些什么state的学校通通拒绝我 因为看这个成绩单就觉得这个一定是白痴嘛 脑袋都进水嘛 我大学根本就没有在念书 那很多时候真的是考完才问说他刚刚在考什么 那没过嘛 没过就补考嘛 补一补二补三 那台大老师很多很慈祥的嘛 很仁慈的就让我过了 我就这样毕业了 对不对你看我预官也没考上 你就知道我当年真的是混到真的姓什么名什么都快忘记了 到了美国以后呢Master加减念 然后修一些数学方面的课 因为我数学一直都还不错 我就修一些数学方面课的半猪吃老虎也过了 到博士班糟糕了 硬碰硬不是开玩笑的 我非常的用功 真的我的研究方法呢 我记得拿我们的全校全堂的课的第二名 我拿到成绩的时候我非常生气 我去找中国大陆的助教理论 因为我觉得他有歧视 因为他给了一个白人第一名 那我是第二名研究方法 我跟他讲说我把我的成绩在哪 我把我的考卷拿出来 我说我这样的考卷 跟我这样的作业成绩 有人比我高吗 因为我觉得他是 我不知道我当然 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吧 我觉得他是不想给我第一名 所以他给了那个美国白人第一名 那第一名那简直是运气好 因为我觉得我不该得第一名 可是我到了博士班的时候 我真的很用功 而且我写了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我几乎是每天晚上写到 已经快要站不起来 然后扶着床檐去睡觉 这样子拼了整整的两年多到三年的时间 上课写paper run data 写博士论文 而且我的博士班还过得非常的苟言残喘 所以苟言残喘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怕自己会不会出状况 会不会要打包回家 尤其是前面的第一第二年 那种恐惧真是半夜做梦会冷 会这个有冷起了这个冷汗 然后坐起来说哎呀 我是不是要回家了 我是说真的 那个真的有创伤征后群 博士真的蛮难念的 我不知道每个领域怎么样 我的journalism 我们全班同学都是 美国的莎士比亚 都是那种文笔很好的 文字很好的 文字很敏锐很有逻辑的 才会出来念博士 而且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在我当时申请的时候 我的领域是政治传播而且是量化 我的领域当时只有两个学校 三个学校可以齐名 一个就是Stanford 一个就是UPEN 另外一个就是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这是在这个领域的三足鼎立的学校 所以这三个学校里面 Wisconsin Madison最便宜 他的学费大概是另外两个学校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班上很多高手 真的念得很痛苦 蔡同学混成这样子写这样的论文 你告诉我他是博士 你我不揭穿他 那我不是250吗 我作为一个学校的20年的教授所长 一个真博士 一个走过这个 太辛苦了 辛苦到语无伦次 打脱落牙或血吞的那样子的博士生涯 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人诈骗学历呢 好 所以我今天能够被冠上通缉犯还没收护照 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的光荣跟求人得人 所以1450 817 你不用再酸我通缉犯 这三个字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荣耀 好吗 这被收录在中列词还要感到光荣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Vili 的分析 他说伦敦政经学院 承认说他保留了蔡英文的这些学生记录表 但是这个记录呢 只涉及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相关活动 并不包括他期末考试 或者生活的相关讯息 那274页是在开玩笑吗 只记载他的活动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念书的时候是在做什么活动 他上了火星吗 好我们来看他的原文 我实在觉得太荒唐了 全民站出来 合作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这是一个转机的时刻到来了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说要反民主独裁 但是上台以后比谁都民主独裁 民进党说是爱台湾 却把我们青年要送上战场 要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我们忍受八年的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次机会 一起下架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贪腐 弊案不断 超过六成的民众希望政党平替 台湾不但成为诈骗集团的天堂 政府更不断地以话术欺骗人民 国内毒品巨增 校园毒品泛滥 就算还要帮毒贩减息 民进党执政把台湾的安居乐业 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让人民安全也安心 民进党政府完全做不到 全民站出来下架民进党 我们从来没有过 这样一个贪腐 专制霸道的执政党 我们也从来没有过 一个这样不顾人民死活 要把人民推向战场的政府 所以在野的人民 应该要团结起来 不可以有一党之私 也不可以有一己之私 让我们团结合作 明年一月 合作下架民进党 大家好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我是彭文正 这七年来 是谁沦丧了道德 是谁诈骗了学术 是谁操控了司法 是谁践踏了人权 是谁A走了国库 在这边 我很沉痛地呼吁大家 团结一致 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加油 我去逃避 下架民进党 好 衛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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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ed that it didn't still retain President Tsai's student record 他说 it did retain it did still retain 他说他们承认他们使还到目前为止 仍然保有蔡英文的学生纪录表 but that record only dealt with her activities as in landscap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is did not include details of her final examination or viva 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这个谎说的太离谱了 你看这跟蔡同学一样 什么保留了他的导师写给他的信 保留了他的什么bloody hell的整个过程 他却没有保留他的论文 却把他的学位也搞丢了 他所有的毕业相关的讯息一张照片都没有 你不觉得这就是太荒唐了吗 要丢一起丢 要不然就是那些相关的什么信细节都不重要 那个丢了 保留最重要的毕业的照片总要有 毕业的很光荣的穿上博士服总要有 还有他的论文总要有 我记得我的论文金装瓶装送了十几本出去 对不对 没事就拿给人家看很厚很棒的 还有你的毕业证书就算掉了好吧 掉了以后你补发一份补发以后又掉了 再补发又掉了那怎么可能吧 好我们来看伦敦政经学院也一样的离谱 怎么离谱法呢 他说他保留了蔡英文的学生记录 但是这个记录并不包括他有关于口试 跟博士的考试的相关的记录 这就笑死人了 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记录 你保留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 所以274页的学生记录表竟然没有保留他的博士口试跟博士的相关记录 表示什么你就没有博士学位吗 274页竟然没有 你相信吗 274页没有他的博士口试的相关记录 那你的学生记录表是在干什么呢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 1984年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之间的有一些规定 也许跟今天有些不同 作为学位授予机关 应该是由这个学校要拥有当时蔡英文考试的相关记录 而这些记录呢 我们现在去透过当时的法规 是应该由伦敦大学来保存 我们讲个很现实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在Universal Wisconsin 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没有我的博士的相关记录 也没有我的论文 也没有我的证书 我可以被对外宣称说 我有三个博士 我有九篇论文 就是被威斯康星的图书馆搞丢了 因为威斯康星保留了我的学生记录 他有我缴费 有我入学的相关记录 但是独独没有我博士的记录 也没有博士的论文 也没有我的博士证书 那是什么 那就是你们搞丢了吗 因为我有三个博士学位 请你还我三个 我手边只有一个 请你把另外两个拿来 所以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不可能发生 在一个大学当中 不要说是我告诉你 刚果大学都不会干这样的事了 所以太可笑 太可笑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太好笑 好 接下来 他说尽管伦敦大学 缺少了20世纪八零年代 就我们刚才要了一些规定 他不可能给 为什么 他一给他就露线了 但是1998年到1999年 其实Michael Richardson拿到了1990年代的相关的记录 我们拿到的是1985年 1982年以前的 我们都拿到 所以一路走来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 他们的博士修业规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其实很简单 到了1990年代 他们是规定说要缴交两份 Bond Copy 就是要装订好的一份是给学校的registeror 就是给他们的教务处 这样子才能够毕业 而且要送一份到Sandy House Library 好 那个Michael Richardson说 他说奇怪的是 2019年9月份 蔡英文是怎么样来决定 要来重新的走回他的神秘的博士路 他说他认为英国的这些监理机构 对于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些检查的程序进行调查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蔡英文在2019年的时候 他要去研究他当年毕业的时候的过程到底是什么 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当时在2019年的2月份 9月2号 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的 他的公关的 他的这个inquiry manager 他的查询经理叫做Clive Wilson 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总统府的信 这封信可以作为所有法庭的呈堂证供 因为2019年9月2号被林桓强教授把他逼到了墙角 他开始要搞清楚猪怎么走路 猪肉什么味道 因为他这辈子没有尝过 所以写了一封信 上面怎么写呢 他说我先讲中文好了 他说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要再次寻求蔡英文总统 在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些需要的帮助 为了反驳一些诽谤的言论 蔡总统决定对恶意的人采取法律行动 法庭的审理的时候 蔡总统需要他的学生记录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司法互助了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透过司法互助了呢 蔡英文可以单独去要一些法庭的证据 为什么我们要的时候会被外交部给挡下来呢 吴钊燮将来不要为这事坐牢吗 为了这整个包装提供假见证 这样的人不下地狱吗 好这封信说 包括了学习的日期跟结束的日期 还有导师的姓名 还有主考官的姓名等等 好没完没完没完没了 好后面还有一长串总统府企图 串供的电子邮件曝光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解密 蔡英文进看守所的时间不远了 大家加油 不过更重要的是先下架民进党 才可能把封存超过30年 甚至如果我们从1983年开始算起的话 192049-1983是66年封存的荒唐的 史上最大的极机密文件 就是蔡英文的升等相关资料 有1450说博士论文公开了 对不起 升等相关资料包括了博士论文 以及博士论文以外的 所有的学校的就学记录 跟学校的相关文件 蔡英文为什么不敢公开 答案很简单了 一公开前言不对后语 就像他的博士题目曾经讲过6个 证书有三份 你说他怎么敢公开 所以我说政党一定要轮替 不是只是为了论文门 是为了台湾的公务体系的关真 为了台湾司法的公平 大家在27号要站出来 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好最后 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的经文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一夜晚 明天见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